先生,你喝醉了。 喝酒开车遇到警方领检时,有的人会直接选择拒绝酒册,有的人会狂喝水或是假装肚子痛等等。 花招百出就是为了拖延酒册,不过这些都不是逃过酒册的办法。 2018年6月23号,台中市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分队在振兴路跟建城路口执行取缔酒驾情路时, 看见一辆小客车在临检点前50公尺处突然路边停车,一名男性从驾驶座跳下车,准备跟副驾驶座的女性交换位置, 不过两人都还没上车,警方就马上赶到现场试破这名男子的意图。 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分队表示,当警方要对酒驾的万姓男子进行酒测时, 发现万姓男子浑身酒气,还不断表示他没有喝酒,而且强调是他女朋友开车, 不过当远警告诉男子,路口监视器都掉得到画面,警方也有录影搜证, 万姓男子才态度软化,坦承酒驾,配合警方接受酒测。 我们警方看见这个万姓驾驶从驾驶座下车以后,就跑到这个副驾驶座的旁边去, 那副驾驶座的一名女性的乘客绕到汽车的后方,准备前往那个驾驶的车门, 要上车,意图来做换驾驶的动作。 台中市警三分局交通分队呼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不要贪图一时之变而酒驾上路, 发生意外害人又害己。 记者陈文旭,杨静,台中报导。 感谢观看